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香港当地事件5月24日 当地媒体香港01在一份报道中提到 当日凌晨禁一时 KKPLUS在社交专业只为免有人暂博谣言 误导师听罪发出澄清声明 在该电视纸事件发生后 处理方法是由事主主动提出 已经及时处理并在双方同意下彻底决结 此外有关摆设的售价 该大型摆设为手版 印刷至银行品 官方预售价格为52,800元 银行品质成本 这举多方面的费用 包括版权及设计 研发及打造模具 白色的加固包装费及印输费等 同款产品之25厘米版本为1180元 并为收起多益 白货品质售价 这已有关摆设景座观赏之用 并没有承受压力的阵性 该摆设从今年11月开始 以现位置展示 没有为客人带来任何不变 但该店会重新审视所有白色的展示安全 并会吸取本次经验 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声明又提及 事件至今已为双方带来不必要质疑论压力 该店将会主动联络市主跟进世界 继续潮流文具平台KK Plus 为旺角拿好访的店铺摆放一个1.8米高的天显得的币 文具 为23日有网民张贴相片黄色Nana断头倒地身体破碎 附近一名员工一项 有两名儿子的母亲 讨论世界 另一项片显示 该Nana价值52,800元 并写上如有损坏造假赔偿的资源 从另一则影片所见 该母亲的其中一名儿子 已用背部白项Nana 导致Nana随即应声倒地 整个过程不足素描 另外公开资料显示 Kiki Plus 青年年层品牌 PopSandy即行 天显得的币正式授权 艺术作品展览 经营不少市民打卡流年 其中1.8米高的颜面 Nana一直存放在 旺角拿好访的店铺展出 针对以上事件 网友评论提到 该展览品去年展出时 是放在平台上 即用笋子包围 图人难以触摸 只能远距离拍摄 因此有网民约于店铺 是高级痛痴党